人力部和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 促请雇主和员工做好准备 确保工作场所能应对天气反复骤变 例如更强烈大风 更高气温 闪电频率增加等 为更好应对反复无常和恶劣的天气 当局建议企业 特别是为户外作业采取的措施 包括通过气象监测系统了解天气变化 按照恶劣天气的情况 为特定工作实施适当的风险管控措施 人力部和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 同时建议企业教导员工 让他们懂得辨识危险 并在必要时通知上司或停工 企业在恶劣天气过后 应该检查确保受影响结构 和重要的户外机械设备